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工型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件配饰系列 音速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40号几细蕾丝 搭配24K包巾材质配件提升整体精致度 全套包含一只胸针,一对耳钉及一只戒指 有两种配色可选 红色大气额张扬,环色轻和优雅 可轻松搭配和提升不同的组装风格 具体配色色号和构增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根据图介,我们需要先分别完成不同数量的7个部分 之后再进行组装和配件安装 首先进行的是花蕾部分的演示 起针之前我们需要先将米珠穿到线上 取出中间开口的穿珠针 将线放到开口中间 接着用穿珠针的另一头直接将米珠穿到针上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米珠穿到线上了 将线头取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花蕾的起针 这里采用环形起针法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拉出 稍微拉紧一下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这一针补计算帧数 接着我们要勾短针 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铜丝来做标记 针目就是短针上针 这样微字形的两根辫子 接着继续在起针的线圈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是五个短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微字形的两根辫子 就是一针 一共是五针 接着我们要收一下 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 一开始用同时标记的这一针 来开始第二圈 勾针穿过 同时标记的这一针的针目 注意是同时穿过这两个辫子 记号可以先取下 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 一起收进去 接着勾短针 在刚完成的这个 第二圈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上记号 花蕾部分我们采取的是 螺旋向外勾置 而没有引拔和起力针 所以每一圈开始的记号 一定要放 接着找到 上一圈的第二个短针 针目 也是勾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 是在第一圈的 五个短针的每一个短针 的针目上 不加不减 勾一个短针 每一针勾的同时 都记得将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 收一圈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 第二圈的五针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三圈 找到第二圈第一针的 朝外侧的一根辫子 注意不是挑针目的两根辫子 是挑外侧的一根辫子 这样勾短针的条纹针 也就是只挑外侧一根辫子 勾短针 记号可以先取下 勾针绕线拉出 这是一个短针 完成了一半的样子 我们先将米珠 推一些到勾针的附近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推一颗米珠 在勾针的后方 勾针跳过这个米珠 拉出完成这个短针的同时 固定了一颗米珠 这一针是第三圈的第一针 仍然放一下 记号 接着挑刚才 同一个短针 挑的同一个辫子 再勾一个短针 同时固定一颗米珠 这两针 视为一个短针 加针的条纹针 接着在接下来的 每一个短针的 外侧的辫子上 都勾两个短针 每一针 都要固定一个米珠 第三圈 完成之后 一共是五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一共有 十个短针 固定了十个米珠 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 我们找到第一个 短针的珠目 也就是我们用 记号标记的这个珠目 勾针穿过去 先把记号取下 绕线 直接从勾针上 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直接拉出来 结束第三圈 接着再勾一个锁针 作为固定 注意一共有六个花蕾 其中三个是需要 预留30公分左右的线头 用于直干的制作 另外三个可以 只留一小段线头就可以 完成后的花蕾 我们使用的其实是织物的反面 刚才织的时候 正对的自己是正面 这里是反面 将中间的部分稍微捏一捏 让它比较立体 接着第一圈收过的线头 如果露在外面 用勾针将它 从外向内 拉到这一面来 这样子一个花蕾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大的花朵 同样是 环形起针法 在手指上绕两圈 接着在左手上挂好线 捏住线圈 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再次绕线固定 接着勾六个锁针 作为第一个花瓣的起立针 完成六个锁针之后 我们来找一下 第一个锁针的位置 找不到可以从勾针往回属 试着挑起这第一个锁针的两根辫子 接下来我们勾针绕线三圈 挑起刚才找到的这个锁针的两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依次绕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三次 最后勾针上还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卷长针 从下到上 一共有三个这样两根辫子 组成的麻花形状 我们挑起最下面这两根辫子 这是之后我们的长长针 要入针的位置 勾针绕线两圈 挑起三卷长针下方 这两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依次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完成这个长长针 这样的两针绕合成了一个Y字三卷长针 看起来就像一个Y字形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 奇力针的第一个索针的两根辫子上 勾Y字三卷长针 同样先勾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在这个三卷长针的底部的两根辫子上 勾一个长长针 组合成一个Y字三卷长针 注意每一个三卷长针的路针位置 一定是在一开始时 奇力针的第一个索针的两根辫子上 每个花瓣一共要完成 四个Y字三卷长针 最后一个Y字三卷长针完成之后 勾五个索针 在前面所有三卷长针路针的同一个位置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第一个花瓣 接着在奇针的线圈中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和开始时一样 勾六个索针作为下一个花瓣的奇力针 之后按照同样的规律 往下完成四个Y字三卷长针 大花朵一共是四个同样的花瓣组成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行完成到最后一个花瓣 这里最后一个花瓣完成之后 我们要在奇针的线圈中 最后再引拔一针 再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花朵的线圈先不收 之后我们要先将花蕊 放到花朵的中心 再来收线圈 接着来我们看一下小花 小花和大花的区别 在于花瓣的数量不同 以及使用到的Y字三卷长针的数量也不同 大家根据图解自行完成 一只胸针由两朵大花和一朵小花 以及一个花苞组成 胸针部分的花朵需要用铜丝来制作质干 这里我们已经做好了两只 接下来我们取出一根20公分左右的铜丝 将铜丝从花蕊的最后一圈 任意找两个对称的折木穿过去 接着将铜丝对折 稍微捏紧 接着我们将线头 和铜丝全部都穿过刚才制作好的花朵的中心 穿好之后 按照之前跟花蕊收线头的方法一样 这里要注意 戒指和耳钉的三朵花是没有用铜丝的 直接将线头穿过去 再收好线圈就可以了 线圈收好之后 调整一下背面的线头和花朵的形状 因素花通常会有对称的两个花瓣在上方 以及对称的两个花瓣在下方 这里先稍微调整一下之后 我们需要用定型页来定型的时候 然后再仔细调整 将花蕊和花朵紧凑凑的捏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枝杆 在线头和铜丝上均匀的涂抹胶水 一次不要涂抹的太多 接着用预留的长线头来长绕 注意只要长绕的相对紧凑就可以 按照这样的方法 每一朵花大约长绕出5-6公分左右的长度 长度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多余的胶水直接用手或者纸巾擦掉 接下来我们制作花苞的内部 同样是环形起针法 起好针之后先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勾一个长长针 勾一个锁针作为间隔 再勾一个长长针 规律其实很简单 一共有5个长长针组成 每一个长长针之间间隔一个锁针 最后一个长长针完成之后 勾三个锁针 在起针的线圈中引拔 勾一个锁针固定 断线 收线圈 接着我们来制作花苞的外部 同样是环形起针法 起好针之后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勾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也就是一次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两次之后 先停下来 再勾一个同样的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这样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长长针两针的并针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勾两个长长针三针的并针 以及一个长长针两针的并针 最后和花苞的内侧一样 用三个锁针及一个引拔针结束 大家根据图介自行完成 完成之后注意 这里要预留30公分左右线头 用一只针的制作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收线圈 收线圈的时候注意 让长长针的正面 尽量朝向外侧会比较美观 预留的线头可以用勾针 从内向外拉出 这样线头会位于底部的正中心 接下来取出花苞的内侧 取出一根20公分左右的铜丝 在花苞的下方 这样来回穿一次 让同时对折 接着将花苞卷一下 确定好之后涂上胶水 让它卷起来的同时 能够固定住 接着将多余的线头先修剪掉 将同时穿过花苞的外侧 将这两个部分组合起来 调整好位置 自干的部分按照先前学过的方法制作就可以 接下来进行叶片部分的演示 叶片采用锁针起针法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接着勾针 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成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 先勾十个锁针 这里我们演示的是大叶片 十个锁针完成后 我们找到勾针往回属的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引拔针 在下一个锁针的辫子上也勾引拔针 一共勾三个引拔针 接着勾五个锁针 同样挑勾针往回属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引拔 也是 往回引拔三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按同样的方法往回引拔两针 接着勾三个锁针 接着在刚才这三个锁针起点下方的这个锁针上再引白一针 接着跳到下一个锁针一根辫子上引白一针 这里等于回到了第二个小枝杆 接着我们回到第一个小枝杆的部分 再挽回引白 一共引白三针 这样第一个枝杆就完成了勾七个锁针开始第二个叶片的枝杆 同样在倒数第二个锁针上挽回引白三针 之后的部分其实都是雷同的 也很简单大家根据图解自行完成就可以 叶片一共完成两个大叶片和一个小叶片 这里大叶片完成之后 胸针的这个大叶片我们需要用铜丝来做一下固定 先取出20公分的铜丝 在铜丝中间涂抹上胶水 取出线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先长绕两公分左右 接着从长绕过的位置弯折一下 等于将这两头重叠 这样避免铜丝露出来 对着之后尽量将它两头压紧一些 再继续长绕 完成1.5公分左右 接着在完成的这个部分的一侧涂上胶水 取出完成好的大叶片 从背面和刚才涂抹过胶水的质缸合 调整一下正面的样子 将叶片的线头和铜丝捏在一起 补充胶水 接着上下长绕出一小段质干就可以 叶片的质干不需要太长 另外一个大叶片是用于制作戒指的 这里不需要再用同时制作质干 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小的叶片 是属于胸针使用 这里的这个小叶片 我没有完全按照图介 大家也可以自行这样发挥 接下来进行胸针部分的组装 先将胸针用到的所有部件摆在一起 调整一下位置 这里共是两个大花 一个小花 一个花苞和两片叶子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再分别进行连接 这里我们先将花苞和小叶子 进行组合 在组合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枝干过于粗大 我们一边组合可以一边剪掉多余的铜丝和线头 这样长绕几圈 确定好之后取出另一个花朵 确定一下位置 继续长绕 不时地修剪一下铜丝和线头 这时候取出胸针 将胸针和纸杆放在一起 确认一下位置 将胸针一起长绕进去固定 接着我们来固定另外两朵花和叶片 按喜好调整好位置 同样是先两个进行连接 连接好之后 再连接第三个 最后再将所有的组件放在一起 进行最后的连接 确认一下两个部分的高度 这里我希望这个部分更高一些 所以再长绕出一小段脂针来 同时将最后多余的铜丝和线头全部剪掉 另一个部分的同时 最后一次修剪时 用这样斜斜的剪 才不会有一个很粗的断面 最后长绕好之后将所有多余的线头都修剪掉 补充一点胶水 最后再长绕几圈 将线剪断 捏一下线头 这样就固定完成了 由于全部采用了铜丝来做造型 形状都是可以调整的 方向也是一样 接着我们来固定耳钉的部分 这里将花蕊和花朵的线头打两个结 剪掉多余的线头 取出耳钉 在耳钉的头部涂上胶水 这里可以涂的稍微多一些些 从花朵背后的中心插入耳钉 捏紧 这里可以用镊子将线头塞到耳钉的内侧 建议在使用胶水之后 3-4天再使用耳钉 让它干透 接着进行戒指部分的组装 先取出戒指的网盘 将叶片的两个线头从网盘 确认好的位置穿过去 注意网盘这时候是凸面朝向我们 凹的那一面是背面 在背面将线头打两个结 剪掉多余的线头 固定好之后如果担心脱落可以再补充胶水 让它连接的更为牢固 花朵也用同样的方法穿过线头打结 全部连接好之后 修剪掉线头之后将碗盘和底托放在一起 调整一下方向 接下来用钳子将底托的四个角压紧 注意压的时候可以在配件和钳子之间隔一块布 以免刮伤配件 这样全部压紧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进行定型 只用河水1比1稀释过后的定型液 用笔刷涂抹在花朵的背面 叶片部分也可以稍微进行定型 涂抹好之后 先用手指大致调整出形状 之前我们说过 因素是两个对称的花瓣朝下 另外还会有两个对称的花瓣是朝上的 花瓣之间会有上下这样错开的感觉 手指大致调整之后再用镊子来进行微调 茶叓 词 以来 中要 可能 快送 叶片部分也用镊子直接调整 胸针的花朵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定型 注意用手调整时必须确保手指是干净的 全部完成定型之后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音术视频套装的勾边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扫码关注我们吧 感谢您的观看